2點21分 今天星期一 全台各地天氣狀況都好起來了 一開始還是要提醒大家 今天大概中午之前 全台都是艷陽高高掛 一定要多補充水分 不要把自己給惹壞了 而西洋溫度是幾度呢 一起來看看 確實溫度結結在雙聲當中 本來大部分地區都是24 25度 舒適的天氣形態 但現在台北市已經有29度了 南部地區30度 東半部地區也都有28 29度 因為太陽整個都已經出來了 此外線 今天各地都是大概是高量級的狀況 還是要提醒大家做好防曬的工作 而至於衛星雲圖 我們一起來看看 其實這個蘇迪勒颱風 已經減弱成為熱帶性地氣壓了 不過它還是有一些水氣 在影響大陸地區 至於台灣這邊來講 大概已經完全沒有影響了 金門跟馬祖 現在還是在大雨特報的範圍當中 但是從清晨到現在 都沒有觀測到降雨的狀況 所以大概很快這個特報也會解除了 起碼馬祖的觀眾朋友 可以受於放心一點了 而再來也要請大家放心的是 本來蘇迪勒後面還有一個颱風 紀念第14號颱風叫做莫拉菲 這名字聽起來讓人覺得不太舒服 不過因為它持續的往北轉 而且它確實也在減弱當中 很快大概就變成溫暖氣旋了 快要解散了 對於台灣是完全沒有影響的 大家也不要擔心 台灣今天各地的天氣形態 都是晴朗高溫炎熱 整個就是恢復到夏天的天氣形態 跟昨天跟前天非常的不同 你會覺得溫度明顯的上升 大概各地的高溫都有33 34度 特別是大台北地區 甚至可能還有35度以上的高溫 今天會是非常炎熱的 不過就是因為很炎熱 大概中午過後 北部東半部還有中南部的山區 都會有機會出現 午後雷震雨的狀況 那大家都知道 其實已經下了好幾天的雨 山區現在本來 這個土石的狀況就不是很好了 所以中午過後 如果再遇上雷震雨的話 提醒大家務必注意安全 今天兩天天氣狀況是類似的 到了星期三開始 這個水氣會比較多 再加上西南風的關係 所以午後雷震雨的狀況 就會擴展得更大了 大概全台通通都有機會下午後雷震雨 從星期三到星期天開始 午後雷震雨的狀況就會變多 大家先有心理準備 那甚至星期三到星期天 在清晨的時候 中南部地區沿海 可能有一點點海陸風 帶來的這個短暫震雨 不過雨勢也不是太大 也希望好天氣能夠再持續一陣子 因為後續還有一些救災 清理復原的工作 這個都需要好天氣 才能夠幫忙的 讓大家注意一下 這個星期天氣相對是穩定的 最後出門之前 天氣不可不止的 來告訴大台北地區的觀眾朋友 好快喔 昨天其實也不過就是 二十幾度的高溫 但今天轉眼 要看35度的高溫了 非常非常的晴朗 畢竟大家中午出門的時候 撐把傘吧 別把自己給曬壞了 不過很討厭 雖然熱歸熱 但是北部東部 這兩個本來就其實災情 蠻嚴重的地方 才加上山區 今天中午過後 都還是容易出現大雨的 再一次提醒大家 務必在今天中午過後 如果看到天色不對 那可能現在很多山區 正在進行一些這個 救援跟復健的工作 那如果看到大雨下來的話 也是要趕快先緊急 撤到安全的地方去 務必請您注意自身的平安 以上是今天最新的天氣狀況